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9号的台股最琴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是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发展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昨天晚上的一个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 它都是呈现大幅度向下崩跌的一个行情 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指数 包括像是纳斯达克 昨天跌了4.11% 包括费城半导体 昨天跌了4.71% 因此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相信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 早上第一个想法 一定会想说 今天台北股市再前难逃 不知道跌多少点 它才能够达到跌幅的满足点 的确如果说我们从今天的一个行情来看 它的确是以一个跳空大跌的方式来做开出 甚至最低点来到12480 当时是下跌了183点 但从10点钟过后 你可以开始看到 指数的跌幅出现明显的收敛 尤其是在于一点钟过后 今天的一点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今天是礼拜三 所以今天的尾盘是所谓的周旋的一个结算 你可以看到有明显向上拉抬的一个动作 中场台北股市是下跌了54点 来到了12608点 从最多跌183到最后只有下跌54 从整体的一个K线形态当中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的一个K棒 它是一个流非常长下影线的一个红K棒 而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它到底对于后续的一个行情是好是坏 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到底大家应该要趁着大跌的时候去买股票 还是在大跌的过程当中去卖股票 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 就先针对这个问题来帮大家做解答 那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为什么昨天晚上美国股市跌成这样子 台北股市却能够呈现开低之后 向上去做走高 我想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过去这几天的一个节目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 其实跟大家强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一个行情它在整个区间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整理到一个阶段它一定会做表态 那差别就是往上表态 还是往下去做表态 但往上也好往下也好 它一定要有一根带量的红K棒或者是KK棒 这是我们过去这几天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强调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台北股市 它不会那种大幅度向下去做杀低 因为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在今天早盘开盘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时候的预估成交量 大概是在2300亿元左右 然后最后台北股市的成交量是2078亿 换句话说 你往下杀也没有去做追杀力道的时候 市场就不会恐慌 那市场不会恐慌 当然就有利于整个指数 出现开低之后向上去做走高 除此之外今天还可以发现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是在于说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以这个两个礼拜的平台整理 它的仅限位置是在12559点 盘中有去做跌破这个位置 但收盘又重新站回到这个位置之上 换句话说对于多方而言 它并没有要改变这种所谓区间震荡整理的一个方式 因此才会出现今天这种开低之后向上走高的行情 但问如何呢 在今天的一个拉抬之后 应该说留下引线之后 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 它也在这个地方开始出现那种 对于多方来讲比较有利的一个现象 这个就是日KD指标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目前为止它其实没有出现所谓的黄金交叉 但是呢K值它代表的是快速指标 低值代表的是慢速指标 这个是技术面当中的一个定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的一个K值 31.65它的箭头是往上来往下 它的箭头是往上 换句话说整体KD指标的快速指标K值 它已经出现了向上翻扬的一个情形 因此我倒是觉得说短线上面 最坏的状况只要没有出量的一个情形之下 它就是一个区间的震荡整理 但随时有机会向上再重新去做发动公式 但问如何呢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还是 当然你还是要考量到整个行情 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是建议投资朋友 目前还在月线跟时日线之下 还是一个比较偏空的态势下 投资朋友你在整个操作 还是必须要做到一个动作叫做太弱流强 我知道大多数的一个分析师 大概讲到这里 他就会去讲他的一个股票 但是我今天我要非常清楚的告诉各位 大家都讲太弱流强太弱流强 但到底什么叫做弱 什么叫做强 我想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 简单来讲强弱怎么去做区别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你要去跟谁做比较 你要去跟大盘来做比较 如果你手上的个股比大盘来的弱势 那当然你就要去做一个逢高去做一些调整 如果你手上比这个大盘来的强势 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 你可以去找切入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稍微来做一下比较 目前大盘的一个状况 它是在月线跟季线之间 去做区间的一个震荡整理 所以如果你的股票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架构 但如果说是相对来讲跌破季线的话 你是不是比大盘还要的弱 那如果它跌破季线 然后法人又站在调节的方向 这样子的个股 它就叫做弱势股 那同样的 我如果能够领先大盘站上月线 而且法人是站在买超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势股 我觉得大家先把这样的一个定义搞清楚之后 你才能够清楚的知道 你手上的个股要怎么样来做调整 好那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每次那个分析是在讲说逢反弹去做解码 到底谈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你要去做解码 我想我们今天一并用一些例子来帮大家做分析 首先我们先从弱势股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做谈起 你看到这个画面当中这个图是我画的 然后应该算是 虽然不是很漂亮 但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股是3661的市新 好市新的部分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是从9月4号之后 外资才开始出现明显的调节 那为什么要讲中股票 或者说它的股价为什么会跌这么快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当外资开始停损的时候 你看这个图的区间 它就代表说前面外资买多少张都没有 它现在开始在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因为很明显是跌破它的成本 所以你看到从9月4号以来 减少了5597张 成本大概是490块 你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到底谈到哪里你要去做解码 那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谈过就是说 你要去算法人卖超的一个成本 原因在哪边 原因在于说你要知道多少钱以上 他们认为价格是偏高的 所以通常如果有机会 谈到那个位置附近的话 它就会形成压力 所以当然第一个大家要记住 这个价格叫做490块 那我也不是吓各位啦 因为你从画面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是一个头肩顶的形态对不对 这个是左边的肩膀 然后这是一个头部 这是一个右边的肩膀 右边的肩膀明显稍微比较小一点 然后就往下去做一个击杀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通常来讲 我的左肩这个地方大概是半个月对不对 通常它做对称的话 这里应该要有半个月的时间 但它反而快速的往下去做沙盘 所以这个是明确转弱的一个讯号 不过有一个地方是在于说 为什么我认为它的股价会出现反弹 因为你到目前为止你看到它的季线 这个季线是534.74对不对 我不是要大家看价格 而是要看那个箭头的方向 所以之前我们跟大家谈过嘛 你在跌破一条重要均线的时候 如果它是呈现翻扬的 通常都会出现跌升反弹 通常当然也是有一路下去的 那同样的你在那个突破 如果你的均线是盖头反压 然后你股价往上做突破的时候 它如果是下弯的 通常你会有回撤 回撤之后再往上钩 这个是均线的一个运用法则 大家可以稍微把它记起来 但无论如何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它目前的季线扣底在哪里 在这里嘛 对不对 我们先不去管它未来这几天怎么走 你光从季线的一个扣底的角度来看 它大概到下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三它会走到哪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它会走这一段 它会走这一段 那走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弹不回去的话 它会开始下弯 这就是另外的一个压力 所以在简单来讲 它如果要出现反弹的话 它大概会有五天的反弹时间 我们先告诉各位 那会不会弹到490 当然你要看 当时的行情跟量能的一个变化 但问如何这是弱势股 所以弹起来的时候大家应该要站在调节的方向 这是第一档的重点 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 它一样是符合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条件 破季线 法人卖超 这档个股叫做2474的可乘 我知道之前在这个 他说要把那个厂房卖给蓝丝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看到股价有出现一波向上的强谈 对不对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把那个iPhone的那个 手机的机壳厂把它卖掉 那代表就是说你未来你不接iPhone的一个订单 对不对 那不接iPhone的订单 我说真的 有时候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如果说那个单赚不到钱的话 那的确你越接你可能可能毛利率越低 或者是你甚至赔钱再接单 这个对于它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它毕竟能够这么多年 事实上对于可乘来讲 它其实都是贡献非常稳定的一个营收 因为每年这个iPhone在整个新机的一个出货量 大概就是7000万支到8000万支之间 所以你稍微分一下订单嘛 你红准拿5成 红准拿6成 可乘拿4成 它其实大概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业绩 但当你把这个业绩拿掉之后 很多人会说 其实你以它的EPS来讲 以它的职余来讲 它的股价其实并不贵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当它失去了一个 比较主要的一个业务来源 然后开始要出现转型的时候 我说真的 这个有时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转型成不成功不知道 那现阶段股价又在200多块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往下做修正 你真的不知道它会跌到哪里 好但问如何 从7月14号以来 外资它是一路都站在调节的一个方向 它大概调节了7万张 成本是在211块 所以同样的一个概念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条紧线的一个位置 是211块半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 当它的股价回测到低点 好这个地方那时候还不知道是紧线吗 反弹起来之后 好这个地方紧线确立 211块半 然后再往下去做跌破 跌破之后出现跌升反弹 有没有站回到紧线之上 站回到紧线之上 没有 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谈到的大盘概念有点像 大盘原本的紧线是12559 它跌破之后站回去那就没事 但是我如果跌破之后站不回去 那慢慢的它股价就会往下去做修正 所以我们画这个图给大家 它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形态 但它告诉你说这是一个空方的架构 为什么 因为高点都没有比前一波的高点来的高 低点都比前一波的低点还要来的低 搭配上说我们刚刚讲的转型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留意哦 如果跌破186块的话 这个应该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跌势会去做发生 那后续如果说有出现反弹 假设能够先手这个位置 然后出现反弹的话 大家要观察的就是 你看外资的成本在这里 然后紧线的位置在这里 这是一个双重的压力 所以过去我们也跟大家谈过嘛 正常的一个架构来看 你用任何的技术分析 均线也好 形态也好 MACD KD等等 事实上它的价格都可以计算 因为它们都是由价格来 价格或者是这个成交来做一个组成 我问如何 当可以去计算价格的时候 如果你用任何的技术指标 你算出来的那个价格都在差不多的地方的时候 它其实就告诉你说 这是一个有效的支撑 或者是有效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它长期的转型会不会成功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要看洪水术董事长的那个破例 但无论如何 这个股价有它的一个风险存在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档个股 这两个股是3189的紧硕 这个图应该看得很清楚 我们先讲一下 高点90块3以来 外资投信是减码了4万张 这两个加起来减码4万张 成本是72块3 所以你看我每一个都有给大家价格 就告诉你说 合理来讲它反弹到哪里你要特别留意 那这是一个大型的头部 你看 左边这个整理平台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攻高之后 现在打回来 又进入到另外一个整理平台 那合理来讲 它应该会有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整理时间 但我之所以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两个股它比较弱势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说我们从整体 这个ABF载版三雄 应该都知道哪三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8046的南电 这个线型大家先把它记住 它的股价是跌破月线之后 现阶段在做月线的攻防战 我把那个9拿掉把黄色那条拿掉 它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线拿掉22 然后65 这个就是黄色的是22 然后绿色的是65 就是季线的一个位置 它跌破月线线之后 你看它的箭头是不是往上 所以它是不是合理来讲 就正常的股票 它不会一次跌破 所以它现阶段的形态是最强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3037的星星 你看它就是破线 然后月线开始下弯 这个形态上面是次之 那我跟大家讲的是最弱的是这一档个股 它跌破了季线 而且目前看起来的话 月线线 对不起 月线线的死亡交叉 它应该会发生在这个礼拜 那季线现在上扬 短线上面会有反弹的机会 但同样的概念 它是这三档个股当中最弱势的股票 所以当有出现反弹的时候 我还在说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老师 我就是认同ABF载板 明年的商机大家都讲说 网通用的这个载板 它那个需求很好 对 但是你可以去做强势的 比如说如果你真的看好这个商机 你应该做的是难跌 而不是抱着紧硕等它跌升反弹 投资朋友你有这样子概念的时候 我觉得你对于行情的那个 现阶段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你就会非常的一个清楚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如果他比较弱势的形态 投资朋友可能要比较注意 那个风险的一个位置 好那讲到这里 通常大家都会想说 老师你今天是不是没有股票绩效 你才讲这一些 我告诉各位 这个回到我们一开始 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讲的 就是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到底要买股票还是卖股票 你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我觉得你只要不要站错方向 我觉得你就你这个操作上面 其实就会比较轻松 什么意思 我事实上我是不是有在 包括节目当中 包括像是在我的TeraGun里面 我有告诉大家 大跌的时候 你应该要站在买股票的一个方向 什么意思 这个照不了假 我就不拿讯息给大家看 这个是TeraGun 这是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TeraGun群组 讯息是没有办法删的 应该说讯息可以删 但不能改 对不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夏老师的台股最前线的TeraGun 这是我10点 对不起9点51分 我发给这个投资朋友 我不只发给会员朋友 因为我觉得 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那时候 我提醒大家 那时候9点51分 指数开始拉抬了没有 还没有 那个时候还在抵挡 我那时候怎么讲 我说今天的一个盘式 虽然是一个偏空的行情 但从指数位置来看 已经来到今天合理的一个价格附近 预估量能约2300亿 它没有明显的放量 指数再杀有限 可以在中晚盘后留意强势股拉回的买点 这个是我在今天的台股最前线的TeraGun里面 我给这个投资朋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是夏老师在TeraGun的一个群友 我相信你看到这样的讯息 当然第一个 你不至于去做一个杀股票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 我刚刚讲了 就是要留意那个强势股拉回的买点 所以我今天 我一共让我的两组会员 因为我讲过 我就两组会员 那各去买了一档股票 我今天先跟大家讲 这一档个股是没有买到的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 你不要讲说 老师你都买到之后 叫我们去帮你会员抬教 不用 今天买到那一档 我今天先不公开 因为这是一个会员的权益 但是我就要告诉大家 第一个指数大跌 我有先跟大家预告 这个骗不了人的嘛 我发在TeraGun里面你都看到嘛 对不对 我给我先告诉你说 大跌的时候要买股 第二个我买什么样的股票 你看这是不是我刚刚所谈到的强势股 法人有买即限制上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为什么当时我会请会员朋友买这一档个股 这两个股是8924的大田 大家可能对于那个 这两股票做什么比较不熟悉 他做的是高尔夫球头的 那个球杆的那个头 就是那个打高尔夫球的那个位置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第一个我们先知道他的产业 第二个 他的法人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从9月1号之后投信增加了2045张 投资票你可以看一下 投信现在持股是多少 2045张 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跟大家谈过非常多 从原本没有持股到 投信开始呈现大买的时候 包括原金啊 包括了很多类似的一个股票 包括像是连加 对不对 那个股票其实都是 就是投信开始买之后股价标一大段 好所以这样的个股其实第一个他符合我们之前选股的一个逻辑 第二个好 为什么这个时候买高尔夫球 好大家可能不打不知道事实上我也不打好因为我不会打高尔夫球 但是我有做研究啊 呃七月份啊在整个七月份美国的铁杆跟木杆 他用在用在什么地方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高尔夫球我真的是不会 但是反正杆子就拿来打球的嘛 铁杆跟木杆它的销售 销售量哦 不是那个大家有兴趣问一下哦 他是真的卖出去的 超过了七成 木杆跟铁杆都超过七成 难道你买一个木杆是要放在车上用的吗 不是嘛你当然去打高尔夫球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 哎美国的这个高尔夫球景气他已经开始去做回文 所以的确哦如果你对应在营收上面 八月份的营收3.77亿 他是创下今年的这个营收新高 所以我认为股价还有高点 但我刚刚讲了嘛 这档个股其实没有买到 但你可以看时间哦 我们在节目里面怎么讲 或者是我给会员的一个建议是怎么做 我就尽量往那个方向去做发展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 我会做这个买进的动作 或者做这个卖出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是我在10点46分发的一个讯息 对不对 这个地方顺便 也跟会员朋友讲 也跟会员朋友讲一下 你们真的不要试价去追股票了 什么意思 你看10点46分在哪里 10点46分在这里 那时候55块1 55块2 我挂54块9过不过分 我说真的不过分啊 但是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股价快速向上去做拉抬啊 对不对 我再一次强调哦 这档个股我没有买到 但是我选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开 一方面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你要怎么样去做选股 你会比较安全啊 不敢讲说你每一档都会赚钱 但是至少你比较容易挑到强势的股票 第二个部分就是顺带让会员知道说 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们这样子买哦 我说真的其实有时候 我不知道要不要去做追踪 什么意思 你看10点46分 这个是不是我会员的会员的买盘 大家可以自己稍微想一下 后面应该不是 但是前面你看46分的一个讯息 46分在那时候55块2 55再3嘛 那个地方跳来跳去嘛 讯息发出去之后 开始出现外盘的成交量 而且是连续的单量 那后面股价就拉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我也跟我的会员朋友讲说 这档个股因为没有成交 所以我们就不追踪 如果你有自己买的话 你自己设一个停利点 那我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说 我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们如果试价去做追单 我不确定有没有成交状况之下 我可能不会追踪 所以我当然第一个我希望说 投资朋友你就照着我给大家的价格去做买进 如果真的要试价追我会告诉你试价追 那我如果定的价格没有买到没有关系 它不会每天都没有买到 那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 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以正常的一个逻辑来看 假设你54块9让我买到 好了55块 到今天的一个缩盘价它是2块钱的价差 对不你去想一下 但是说1兆2千块 10兆就2万了 对不对 10张就2万块了 所以有时候其实重点 当然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我们一直都是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在做操作 对不对 那你买到对的股票 它股价拉出去 第一个行情跌你也不用担心 第二个你有还有 还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获利绩效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应该比较有帮助的一个地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这两个股没有买到 但是我刚刚讲的嘛 两组会员 我另外一档个股 我今天进场 然后今天有成交 而且今天是赚钱的 就是你今天买 今天那股价到今天 到收盘价也是赚钱 但是这两个股我先保留 这是会员的权益 好那另外我们再回头过来看 一样的逻辑啊 你说大跌 大跌买股票 或大跌卖股票 可不可以也可以卖股票 可以啊 但是前提是 你不是去做一个追杀持股的动作嘛 你怕你如果做股票 大跌就股票 大跌就股票 你要怎么做你也不贪钱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这样的选股票的方式 好处在哪里 好处在于说 强势股有时候大盘在跌 它未必会跌 我们今天获利出一档个股 叫做9933的中顶 那大家会想说 买39.45 出39.45怎么会赚钱 因为他有除息两块钱 那这个当然很久了啦 这个应该不是说很久啦 他有一段时间了 那 机晓我就 我就不算了 只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看即便在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们手上都有个股可以创新高 而且可以做获利的出场 那这样的一个获利出场 它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接下来如果行情有出现回档 或者是个股有出现回档的时候 你才手上会有现金买股票啊 所以过去这几天大家可以发现 那我昨天录百分百 我没有录节目 但其实我们都有给大家时间 第一个我有给大家时间进场 第二个我有给大家时间退场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风力发电过去我们做过什么 9958的世纪钢 1589的永贯 你说老师理智理%9.1%好少啊 我告诉各位 我只要是分批出 我就两次嘛 就是出一半然后获利出 我算的都是均价 对不对 我不是拿那个出最高点的位置 跟你讲说我们赚了多少 所以这个是扎扎实实会员的一个获利吗 对不对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你一定都知道 世纪钢我们 一共 就是先出一半 然后做价他他没有接到吗 但是后来上去 我们出在一个相对高档22% 当初买91块8 那1589的永贯 这9.1%我是没有跟大家算那个 我们在103出一半 100接回103又出一半 这样的一个操作就不算了啦 因为 我觉得那个算那个东西没有意思啦 就是 你能够扎扎实实 你如果刚好也没有做扎扎他也没关系 就是你一张单你可以赚到多少钱吗 9.1 那 TESLA概念股那时候我做6288连加 两天的时间17.6% 这个我在节目里面都有跟大家谈过 台波我现在获利了结 赚了9.4 然后2409的友达 到目前为止 大概是 超过了一成左右的一个幅度 那目前是出一半 到今天的价格是出一半 那另外包括像是节能类股的部分 6443的元金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吗 23.7% 6477的安吉 11% 事实上你回头过来看 有时候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请大家出股票有我的一个原因存在 你看安吉今天股价有没有涨 有啊 但是又怎么样 他出的现在价格比我们当初买价价格还要低 对不对 我们是出43块多以上的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有时候 做股票是这样 就是说 你不只是你要知道那个 股票的一个标的 你要当然要跳到对的股票 你选一档空头陷型你怎么做你都不会赚钱 但是绝对不是单纯你看下午社节目你就能够赚到钱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你手上你如果你看下午社节目去买四级钢你买永冠 你买 连加你买台拨你买优达 你买元金你买安吉 你有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获利 而且这都是保守股而且是稳扎稳打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实现 那种还有什么3%5%的我就不跟大家算了 就当作是给大家那个中秋节烤肉买好一点就买和牛来到 对那我只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有时候你看我的节目追股票 跟你是我的会员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就是说 第一个我讲什么股票或者是你看我今天买一档股票我没有公开 那是不是就要猜 对不对啊猜你不见得 第一个 你猜对你不见得找到好买点 第二个你猜不对 我想我要买的是这一档啊你猜的是另外一档 对不对所以股票就瞎猜嘛 但是我给我的会员朋友的讯息 就非常明确嘛 什么股票代号多少挂价多少 所以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大田的原因 我明明没有买到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 我没有买到我也没有关系啊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两个股 这就很明确嘛 对不对 那另外看节目追股票当然 某种程度上面你可以省了会费的一个成本 不用花钱 但是 有这个说到真好 叫做免钱的最贵 你今天如果说 你看夏老师的节目你去买安吉 你如果追42块43块 46块没有出 今天打回来了 明明是同一档个股 为什么我的会员赚十几% 你的股票反而是套牢的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应该这样说就是说 虽然会费它有一定的成本 我们开门也是做生意 但是 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到底这个会费你付下去值不值得 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是自己讲啦 就是说 你看这股票 这样就贪回来 这样就贪回来 我好像说这没意思啦 但是 你看这部 你知道我做什么股票吗 对不对 那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你付这个会费 滑不滑的来 对不对 然后呢 看节目追股票 当然就很容易追靠沙地 今天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今天杀下去有多少人去砍股票 有多少老师带你去砍股票 只有我很明确的 你看 连Teregon上面流的讯息都告诉你说 我今天我要买股票 我都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而且 理由是什么 把人买多少 成本在哪里 我想其实都跟大家讲的清清楚楚 但重点是 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些个股 主要是我们对这些个股的 产业跟公司我们都的营收表现 我们其实都非常清楚 今天没有研究一档个股 我不会带你去做 但是 你看了 你看了节目 有时候基本面后面要陆陆续补充吗 但你不懂这档个股的产业 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有时候为什么你 没有赚到 或者是有时候你为什么 赚了之后又吐回来 包括我想那个 之前讲的元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对不对我那时候讲说 为什么要出元金 为什么要出安金 不是太阳能的产业这个地方没有发展 因为如果没有发展 当初就不会带你买 但是我那时候跟大家讨论的是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 是交易面的问题 他并不是所谓的 基本面不是筹码面 他就是交易面 因为他就快要被主管机关处 处置了 所以他一定要这样问 但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做追高杀低 不是这样子吗 那 你如果不了解 你不知道像当初风力发电 发展风力发电也是最好的例子啊 有买有跟着我买 看我的节目跟着我买91块8 甚至还有买的比我会员还低的 但是你赚多少 我听到的 大多数都是93块94块就出了 一轮股票你开9万块 你赚1000块2000块 要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股票我们一路爆爆爆 到最高的时候我们出在 大概100 119块钱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 两三块你就想要出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产业能力在哪里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部分 其实有时候 你花一点费用 那明确的知道股票是什么 进出的理由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啊 你今天付这个 付这个费用 我觉得重点是在什么 重点是我告诉你说为什么买这样个股 因为我也不可能在这个行业 一直做啊 对吧 那你要我希望的是说我的会员朋友 能够学会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股票 这是一种教学 这是一种传承 这不是说 我收你的会费或怎么样 对不对 这是我希望能够交给大家 我为什么这样子做股票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比较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1498 老板说了 我们就到 下个礼拜一中午12点 那今天 今天是礼拜三嘛 那礼拜四礼拜五两天的节目 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 前面错过都没有关系啦 是后面的股票你不要 又错过那个比较好获利的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1498一事就发 如果你想要跟上我们这个行列的一个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透过Lite或者是透过电话的方式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9月9号的台股最前线 感谢观看 是